是的 这个赛程真是够魔鬼了 对 而且过完年没几天 又要在17号的时候 客场再提皇家马德里的联赛 不管怎么说 还是把目光回到这场比赛当中 本场比赛已经是随着裁判的哨想开始了 今天在伯纳乌体育场 皇马依旧是身着着一袭白衣 在上半场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 而霍罗娜身着着红白相间的球衣 从左侧向右侧进攻 好球 这两脚球传得很明确 左边一直在靠上在跑 来看一下队友的位置 真没想到 安东尼 洛萨诺 完全被打爆 没错 这是奥德里 奥索拉的防区 而且中路 其实敦比亚这一点 包括后点进球的洛萨诺这一点 完全都空掉了 没错 拉莫斯应该是在看敦比亚这一点 那桥在哪 那桥好像补过去了 完全被漏掉 这叫弧线球的传终 绕过了前点的拉莫斯的防守 后点 团球数量上 说实话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 来看看 来看看 倒三角 扑文 有了 17分钟很快单评比分 没错 巴斯克斯 这一次左路打了半天之后 右路突然来一次 说实话真的是防过20分钟 没错 还是卡赛米罗的反抢非常关键 这一脚传球没有越位 奥德里奥索拉 别看今天 当然是后防线出了点小的问题 进攻端 又说一个助攻 对 本场的球员或者马赛洛 找维尼休斯 维尼休斯往前带 带到小禁区的水平 这边裁判给了点球 是 这次很果断 扑斯 在死忠的孤产当中 然后 漂亮 勺子点球 是的 四两拨千斤 扑姆斯在主场保持了大心脏冷静 果断 这一下 真的 我只能说 诸心呢 能这样被气傻这么一下 其实很难受 手球 这一下是点球 是 这个手球 我只能说 非常的不应该 这是一个 我的天哪 他在干什么呀 这是刚刚上场不久的 超出了 可以想象的程度 这确实是一个意外的情况 来看看点球 打门球进了 球进了 天哪 体停再转 后脸 进去投球 漂亮 达莫斯 进球还得靠拉尔莫斯 是 这是好马的荣耀 一脚助攻非常漂亮 维尼佛往里冲的这一下 把所有的球赢都带到了小禁区附近 马弗洛有充分的时间观察起球 达莫斯太深压点 又长又宽 看看 这一次后场打得很简单 还是从左边找到的突破口 把球传过来 至少维尼修斯和本则马应该是在同一水平线上 是 这个球给的真的是让对方太难受了 没错 当然了这一下需要VR的回看 当然了 也是可能是今天的欢庆时刻 属于此刻 属于达莫斯